台东备难乡阿里白部落备难族人 因为没有固定的既用地 长年来每到年纪活动 族人都需租借土地或是在马路上举行 虽然曾向政府申请拨用公有土地 但因土地所属单位属于国产署以及台铁局 导致土地持续无法拨用 而经过民意代表多方协商 部落既用地终于有了解方 向上表示国产署已出不同意 无偿拨用近两公勤的公有土地 但由于未来还需面临地上物赔偿问题 以及该笔土地位于地震带 不适合新建部落聚会所 所以建议部落仅可使用一分地 但部落族人认为公所限缩部落使用面积 已明显侵害部落权益 征寻土地再往下一步走 最终这个目的我们希望说 能够在地上建筑一个地上物 所谓阿里拜永远的 一个所谓的巴拉罐的阿里拜 大家所谓的自己的家 族人表示 未来这块土地除了可以成为部落既用地 同时也种植传统作物 提供族人完整的传统教育场域 而北南乡公所也表示 会协助部落完成播用程序 至于未来土地该如何使用 将会再跟部落继续协商 原始行为我们驾驾的门台中 本来很常报道